大家好我是陈龙 然后我今天 陈龙你为什么有杭州口音呢 我今天刚洗完头发就过来了 也没有加任何特技啊 哈哈哈哈 你有什么歌要唱吗 有啊我想唱一首歌 然后也是住树垫影视城 比太阳更光 是我们的收入 哈哈哈哈哈哈 你赖燕还光吗 哈哈上个月公司就没发 今天才成立 怎么给你发上个月工资 哈哈哈 好来 陈龙大哥开始你的表演 啊这一拳 哎呦不错哦 哈哈哈哈 呀 刚才真的是一个完整的节目吗 哈哈哈哈 不是不是因为陈龙大哥跟我说了 他希望能够更完整的展示他自己 所以他唱跳又分开 来下面欢迎陈龙大哥清唱一句好不好 来陈龙大哥 哈哈哈 我们喜欢那种刚刚洗完头发的清新的感觉 我觉得演艺经验少一人没关系 不重要 白纸上面好够紧张 是吧陈龙大哥 是吧陈龙大哥 那接下来非常重要了 沈腾和海涛到底要选谁呢 下面来欢迎陈龙管掉你的这个特效 好 来 欢迎胡一天 小美好 我也爱你们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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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部作品大家也非常喜欢 欢迎胡一天 想问一下 胡一天这个名字是 你们家 大麻将 胡了一天 你名字是谁给你取的 父母吧 可能就打麻将一时爽 然后就起了这个名字 真棒 难怪你的粉丝叫麻将 小贼哪里跑 三 二 一 我看懂 我看懂 你说杜江你说 他说暗器飞来 一接 结果插在肚子上 不是 是暗器 要飞别的地方 给插住了插下 别瞎解释 我们听胡一天自己说 来 其实我演的是一个 暗器飞过来 诶 以为很帅的接住了 结果扎肚子上 小贼哪里跑 三 二 一 投降的意思是吗 投降了就认怂了 哦 大哥别杀我 来 沈唐请准备 二 一 不要 是不是 褲子太紧了 蹲不下去 你颠不颠这球在不在都 不关系 我们后期做一个羽毛球 你觉得我回答问题就好 来啊 预备 开始 你觉得哪里最好看 鼻子吧 你觉得哪里最不好看 鼻子上那颗质吧 你去想过亲吗 想过吗 没想过 但是是跟朋友去看过热闹 四个字来形容看热闹相亲的感受 非常热闹 非常热闹 你能接受女朋友比你大七岁还是小七岁 小七岁吧 最怕粉丝对你做什么事情 我发现边球是难的 是真的 是真的 我们是真的可以帮你批的 好 预备 预备开始 最漂亮的女明星是谁 你这样我们很难练 你还要想 最漂亮的女明星是谁 吴俊卢了就说 俊卢姐 最帅的男明星是谁 最帅的男明星是谁 我沈哥 尊老爱幼 而是 看女生第一眼会看哪里 眼睛 最萌的身高差 你能接受多少 一米多吧 你要一米多 你不要放弃 我们等你 我们等你 沈老师在哪呢 可来外面的腿是吧 好 错了 猜失败了 猜失败了 你只能转过来了 不是沈头 真不是 我等会儿 我有眼睛我都看不见是谁啊 对 不是 那不是沈头 真的不是 我骗你干啥呀 前面的屁 别往前挪了 你这个雨伞的过手 容易扎的 你们过来就过来 好吧 你们只要不攻击我 怎么都行 好不好 这个位置真的稍微 下一期那才听 这俩过了 这俩真是都过了 这俩过了 对 再来一个就赢了 黑散六岁星嘛 对对 她是谁 哎呀 等会儿啊 我只能用牌出发了 嗯 那个佩琪后面是个女生 嗯 蓝散后面是个女生 嗯 那这一定是个男的 嗯 对吧 嗯 沈叔叔应该不是 杜哥 杜哥 杜哥是不是你啊杜哥 你说他是杜江是吗 好游戏继续了 来 夏宇星大赛听 啥杜哥呀 这是你批地 对 拜拜 拜拜